澳洲塔斯瑪尼亞州 有一家保險公司 允許員工帶寵物狗來上班 這些朝九晚五的寵物犬 不僅有專屬的辨識證 甚至還有頒表 專家也指出這樣做 真的有助於提升生產力 舒緩壓力 澳洲總人口數兩千七百萬 寵物的數量將近兩千九百萬隻 是全球寵物擁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為了讓員工無後顧之憂 安心上班 位在塔斯瑪尼亞州的保險公司 RECT 多年前就允許員工帶狗上班 一開始一週只有星期五這一天 現在則是一週五天 每個上班日都可以 和四組一樣 這些朝九晚五的寵物犬 在公司裡有專屬的識別證 甚至還要排班表 以避免同一樓層同時間犬之過多 民間慈善團體澳洲伴侶動物網絡 提倡讓動物進入工作場所 只有證據顯示這些視角朋友 有助於提升生產力舒緩壓力 不過專家提醒不是所有的動物都適合進入工作場所 舉例來說可能會咬電線的兔子 出於安全的考量就不合適 而插水間和實驗室等可能存放有化學物品的地方 最好也設立成寵物禁止區 恭喜新聞網紅編譯 主題 隊友 全部能讓動物進入工作場所 風